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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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的宣讲分为四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华工所在的一个城市广州 广州的一个地点在哪里 然后它现在广州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地区 它在做什么样的建设 第二部分就是讲一下我们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概况 包括专业 包括我们的一些数据 第三部分就是讲一下我们的一个面向 我们国际学生的一个招生的项目有什么 还有一些我们学生的生活 还有学习各方面的情况 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讲一下我们的奖学金 我们华南理工大学能为我们国际学生提供什么样的奖学金 好 事不宜迟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 广州 那么呢 我相信如果是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香港的电视剧 或者是港台电视剧吧 广州这个名字呢 相信大家也是不陌生了 那么呢 我们现在可以从地图上来看 这是北京 这是上海 那么呢 广州就是在中国的南方 那么我们进一步把这个地图放大来看 那么广州就是在这里 好 这里是香港 然后这个是澳门 所以呢 广州跟澳门之间的距离呢 大概就是 广州跟澳门或者香港的距离呢 大概就是45分钟的高铁就到了 那么目前呢 我们整个就是华南地区 华南地区 华南地区的国家的策略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个叫做粤港澳大湾区 Greater Bay Area 这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 那么这个国家战略 它是想干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一共有五个方向发展 第一呢 是要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那么第二呢 这个城市群呢 是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 第三个呢 它是一带一路这个政策的重要支撑点 那么第四就是内地与港澳地区的一个合作示范区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要打造成为 就是一居一夜一游的优质生活圈 那么呢 现在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大湾区里面呢 我们在教育部分呢 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香港的大学 已经是在我们大湾区里做一个 已经做校区了 那么例如香港科技大学这些 都是在我们大湾区里做校区 所以呢 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呢 也有一个国际校区 稍后我会介绍给大家 好 我列举了一下 就是广州的一些特点啊 呃 广州呢 是广东省的省会 所以呢 广东省呢 它是一个经济城市 它的GDP呢 连续20年是全国第一的 所以呢 我们是一个经济大省 呃 那么北 呃 我呃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北上广 北上广 就是北京 上海 广州 那么目前呢 也加了一个深圳 北上广深呃 四个城市是呃 中国的一线城市 就是主要的城市 那么呢 呃 我们也有一个一个名称叫做美食的天堂 还有购物天堂 所以点心呢 也是源自于广州 也是粤菜的一种 好 呃 我们就是大概 这个是一个广州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播放一下 广州的一个宣传片给大家 呃 大家可以呃 加深一下印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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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飛去温州 我一直在封印 因為這次是最新的驚喜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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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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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you